至于在国内现在8月了 虽然之前接铃有大雨 不过目前为止 却还没有发布任何一个台风警报 这已经打破了台湾历年来的气象记录了 连气象局也承认 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郑明点分析说 这都是因为反圣阴现象所造成的 近日夏天 台湾气候真的很反常 北部常常飙到38度不说 台风生成个数 到目前更只有四个 夸张的还在后头 暑假都快挂完 却没有半个台风清台 这已经打破台湾最晚发布台风警报的记录 今年台湾偏少只要是因为 反圣阴现象的影响 让我们热带地方台湾比较 传统上台湾比较火要的地方 东风特别的强 东风一强 风气大 那就不利于台湾发 很多气候学家都说很特殊 今年东风真的是特别的强 连郑明点主任都觉得怪怪的 因为自从有观测以来 只有四年台风拖过八月才影响台湾 今年更超越1993年8月17号的塔沙台风记录 8月20号还没有台风警报 大家难免忧心 接下来台风会不会挤在秋天来 幸好专家研判 接下来三个月台风顶多生成一至两个 不至于有太大影响 气候异常还不止台风一向 最常带来雨量的东北季风 今年也是零 农民指着几乎见底的灌溉河道速库 7月宜兰雨量只有56毫米 业雨逐风蓝雨形容的潮湿蓝阳平原已不复见 更别提雨都基隆 上月仅仅5毫米的雨量也创新低 市政府宣布如果持续缺水 最快将在中元节过后实施第一阶段限水措施 明星新闻综合报导